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掩盖住她的哭声 虽然我单身挺长时间 恋爱经历也不丰富 但是我还是约会过挺多男生的 我们女生有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是跟不喜欢男生出门约会 我们是不会洗头的 但是跟喜欢男生出门约会 不但要洗头 还要洗澡 化妆 穿成套的内衣 戴上卸妆油 洗面奶 吹风机 马桶垫 烫衣吧 所以判断一个女生到底爱不爱你啊 就看她跟你约会的时候 有没有背一个大包出来 包越大 越爱你 我们女生真的 出门过夜确实很辛苦 但男人就不一样了 男人出门过夜实在是太轻松了 女生们 如果你们有人试我跟自己的男朋友 一起出门旅行你就会知道 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收拾行李 而他只需要花两秒钟跟你说一句 把我的内裤和袜子放到你包里 就这么轻松了 我发现呢 确实随着我的年龄增加呢 我看男人呢 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以前我的视力1.2 这两年都1.5了 我现在去做视力检查 我都不看那个视力表 我就看那男医生 只要看两眼 我就能看出他身上10个缺点 这导致我对待男人越来越肤浅 20岁出头的时候 我想找一个有才华 有见识 有责任感 最好是soulmate的那种 但现在我只想找一个好看的男人 因为好看的男人 他能让我瞬间变愚蠢 但是不好看的男人 他能激发出我所有的智慧 让我只有80的智商 瞬间飙到130 这样的我还怎么跟他谈恋爱 我只想跟他谈哲学 谈宇宙 谈脱口学的起源与发展 真的 我觉得好看的男人 就是可以消解掉很多男女矛盾 我都不敢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全是帅哥 那独立女性很可能就瓦解了呀 一个帅哥他就算不让我做家务 我也会抢过他的衣服 家务这种事情怎么让你做呢 家务这种事情肯定是我们女人做的呀 你再要跟我抢着做 就不要怪我对你动手动脚的啦 有些男生也笑得很开心啊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在想 我不就是这个帅哥吗 我也会问我身边的女生 你交往过多少个男生 他们都会想很久 想很久 然后说 五个吧 不对不对 四个 不对不对 两个 他们在大脑里面是这样计算的 这几个体验太差了 滑掉 这几个说出去太丢人了 滑掉 这几个死了 滑掉 其实最后一个也没剩下啊 但一个不说也太假了 只好说两个啊 所以呢 不要相信男人的鬼话 也不要相信女人的鬼话 你唯一能信的就是脱口秀女演员的笑话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孙子 谢谢 大好我的广志 谢谢 你们也很帅 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 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 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 就开始起哄 哎哟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拍毕业照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般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跟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 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 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 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 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 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 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侮辱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 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当钱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 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因为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儿 流水先生的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 事业有成的人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迪啦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蹦蹦的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你从网上买的 什么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很容易 遇到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发声交汇 我心想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啊 春天在哪里啊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 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也不是 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句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多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 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 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 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 就是她们已经好看到 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她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 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 凭什么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 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 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 啊 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开玩笑了 开玩笑 他说受之隐喻 不如受之隐喻 就是从根本上 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 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介绍 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 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就给我拉走 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我说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 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鱼 你倒是把我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 然后一群彪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两百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匹马大的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遥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根根 在那里绕 跟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它那个马 你就感觉一直在下降 下降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 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杨蒙恩在节目里面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 我当时也是感动 果然讲脱骨秀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骨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咸 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约女生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这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 谢谢你们的合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上周刚过完我33岁的生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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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其实没过 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 这几个月累的 两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台上 我说留给我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多了 我最近觉得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 我已经不想大气晚成了 我现在只想喘口大气 而且经常有朋友问 你为什么选择做脱骨秀啊 那是我的选择吗 那是我没有选择 我也想唱跳 我也想成团 但你想想看 我建国李旦成个团 我们敢成你们敢看吗 你想 我们三个加起来 一百来岁 五百来斤 一通唱跳之后 站在台上喘的 喘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后发现 一个人不喘了 有比不喘更可怕的 就是真的 到我这个年龄 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我小的时候不这样 没学区房呢 天天瞎玩 在东北冬天 什么堆雪人 狗拉爬里 之前还有上海朋友问 我说那狗拉爬里 你们那都是真狗吗 我说不是 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现在小孩啥都学 什么骑马 滑冰 还有小孩学钓鱼 我说钓鱼 我说退休之后的技能 现在就要学吗 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有我广东朋友 家里小孩学烹饪 那么点小孩 我说吃饭都费劲呢 你让他做饭 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 我都怕他钓锅里 把自己做了 我都不忍要问 我说这就是你们广东的 包仔饭吗 我看过那个小孩 做出那个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 小孩还挺懂事 拿去给他妈吃 他妈看了眼说 妈妈不饿 给爸爸吃 多给爸爸 爸爸说爸爸不饿 给爷爷吃 爷爷也不饿 真的是一人做饭 全家不饿 其实做饭没那么费劲 对吧 只需要一套 做饭不难的 三好厨店就行 华丽厨店 三好厨店 好用 好看 好清洁 很多人说你说这些 小的时候学的这些 长大都是技能啊 真不一定 你们听我唱歌吗 但你们能想到 我小的时候 学过五年钢琴吗 我五音不全 我妈还让我练钢琴 她说没事 琴能补着 她怎么个妈妈 会帮你摸着呢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在的话说呢 那是卧龙凤厨 那那个时候 我俩觉得 那就是高山流水 那是余波牙 遇上了中子期 我俩就每天 给全楼儿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发出 什么样的声音 我没有准备好 生孩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别人买游艇 买画出去旅游 我不羡慕 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 但我一旦有了孩子 我很害怕 孩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 爸爸 为什么隔壁大尾 他能上狗际学校 我上不了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爸爸穷 但爸爸很快乐 我只能一个月 两万块钱 拼命把他送到狗际学校 等他放学 花了这么多钱 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呀 然后他给我唱了首 《雇佣者》 我看着他心里 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吗 但一想 唱得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的孩子呢 我只想跟他说 你快闭嘴吧 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 我还得给你买钢琴 现在小孩梦想太花了 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 我侄子六岁 爱看说唱 天天在家唱楼 就说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去学校里面问 老师说长大想做什么 想当rapper 老师居然还支持 你们真的是 时代好了 变了 放以前 老师只会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我小的时候梦想 其实比这还宏大 我想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史书说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 攻打襄阳 我爷爷刘备 大英雄 长大以后 发现我就是 于云重重重的一个 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说 快看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 攻打襄阳 人家说 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别着我今晚下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 攻打襄阳 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别看我说这么多 假如有一天 我有了孩子 可能也会送他 学这学那 我们总说 别让孩子 试到起跑线上 哪什么固定起跑线 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海远 好久不见 今天真的好累 你知道吗 真的累到我都不想努力了 真的我不是一个 特别成功的妥秀演员 但是我也不想努力了 因为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 真的我现在的人生理念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人生理念是 虽然我得到的不多 可是我付出的也很少呀 这样我心态就会非常平衡 工作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No gain No pay 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怀念 明星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日子 我也很怀念 但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的现在在网上 不管说什么都特别容易挨骂 对吧 你现在不挨骂 将来也很有可能会挨骂 因为网友谋言的办法 实在太多了 你长得丑 给人添堵 长得漂亮 让人焦虑 你说话说的有道理 别有用心 说的没有道理 那更惨 又蠢又坏 最后你只能保持沉默 但保持沉默也一样会挨骂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你们这些沉默的观众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真的我觉得现在网上每个人都觉得 别人应该按照我的标准活着 只要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干掉你 我觉得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网络环境里面生存 剩人都不行吧 我觉得假如孔子他能活到现在 他也很难有什么好的下场 因为孔子很快就会被人扒出 他曾经说过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野 孔子居然说过这么过分的话 你知道 真的孔子肯定解释说 哎呀那是我两千多年前说的 两千多年前说的又怎么样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我觉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知道我应该做好情绪管理 我不能随便生气 但你们做过情绪管理吗 我的情绪根本不服从我的管理 每次我刚想管管他 他就崩溃了 我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知道吗 真的只有一种情况 你能做好情绪管理 在老板面前 因为哪怕老板指着你的鼻子 骂说不干就给我滚 你也能神奇地做到 说不生气就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老子不能滚 老子要还房贷 真的只有晚上回到家里 没有老板了 你的情绪才开始逐渐崩溃 我今天被老板骂了 我压力好大 我好难过 要不我上网骂个人吧 这个孔子居然说天下为小人 与女子南洋也 小人怎么了 我们小人怎么了 我骂不了老板 我还骂不了你了 你完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管理 怎么办呢 有人说你可以做时间管理 你们做过时间管理吗 你们有成功过吗 没有 真的我非常佩服那些 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得特别好的人 他们每天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健身 几点工作 全部安排得紧紧有条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整套时间管理流程 只能分为三个阶段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没睡好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不能这样了 我也曾经施定过一些 详细的时间管理计划 比如说每天写两个小时的段子 经常的情况是 我坐下来打开word 写了一句大家好 灵感就用完了 然后我就会想 电视剧里会不会有灵感呢 昨天那集确实没有 但今天更新这两集 会不会有呢 就说我能忍住不看电视 写了一会 我就会觉得 哎呀好累了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行 劳逸结合了 你们发现没有 人只有在劳的时候 才会想 我要进行劳逸结合 你在逸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 我要劳逸结合 你只会想 老子要逸劳永逸 我看到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觉得创作也是一样的 创作最好的时间是昨天 其次是明天 反正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我要早点休息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 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 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 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 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 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说 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以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 我是梦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文 我是真的想配忘 我跟你讲 上网太容易让我焦虑了 就我每天早上一打开 那个小某书啊 上面那个人啊 个个长得跟明星一样 就搞得我现在走到大街上 看大街上的人 我就在想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普通人呢 啊 太假了吧 我现在商场里面 偶尔看那镜子里的自己 就在想 这是什么滤镜啊 这是丑图羞羞吗 真的 我现在发现 网上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 长得美的人 不管发啥 都有一堆人挑刺 就那种长得特别丑的 大家就费尽心思 找各种角度夸他 那现在 哎呀长成这样了 夸夸他吧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为啥都在夸李 但是瞎系男孩了吗 就长得不如我 随便夸 对吧 我今年36岁啊 我自己其实没啥年龄焦虑 但是你知道 每次我在网上 提到我的年纪的时候 都会有人惊慌失措 哎呀 你暴露年龄啊 我都不知道 这有啥可暴露的 而且你想想 就小时候 我们学到暴露这两个字 后面跟的都是啥 暴露了丑恶嘴脸 暴露了虚伪本质 哎我现在感觉啊 就算是女间谍去卧底 别人给他抓了 说你是 没错我暴露了 我是间谍 你是198 不要暴露我的年纪 给你拼命 真的我现在真的觉得 网上啊 就是没有一个36岁的人 长得像那种正经的36岁 就是那种我小时候 我妈跟我妈的朋友的 那种36岁 就是那个年代的36岁 多真实啊 对吧 他们有眼闻 法令闻 鱼尾闻 小西闻 抬头闻 穿字闻 我妈还比别人多了一个 王思文 就现在网上的那种36岁啊 你别说36岁了 四五十岁的人 长得都跟20岁似的 你天天上网的时候 你就感觉 中国根本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你就我这个年纪 我要发自己的照片 还要被人夸 我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配个文案 姐姐今年七十了 素颜状态怎么样 我有时候在网上直播 不化妆就会有人说 斯文 不要太自信 看看你的法令文 你知道我为啥不化妆 还能这么自信吗 因为我嚼了两粒 一搭无糖口香糖 一嚼就起份 连法令文都散发着 深深的自信 真的 我觉得现在小某书上 大家开心的点都很奇怪 就比如说很多女生 喜欢晒自己的离婚证 配文 今天离婚了 开心 底下纷纷评论 恭喜姐妹开始新生活 离婚节好运 祝我也早日离婚 我就真的好奇了 你们离过婚吗 你们真以为离婚 有那么开心吗 有 大家都说爱情会让人变美 我觉得根本不是 我觉得单身才会让人变美 就是因为你结婚之后 你心里就觉得自己有着落了 你就会自动关闭 那根吸引意境的天线 就是以前我去上金星的节目 金姐给我说 你一看就是那种 自我放弃的移婚女人 那现在我就不一样了 现在 以我的名气 我根本上不了金星的节目 现在我离婚之后呢 我现在每天就没事去健身了 我现在觉得自己变化很大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自信了 我现在家里都不需要男人了 我甚至还会拒绝 那些想靠近我的男人 就哪怕这个男人 站在我家门口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说 放门口吧师父 同志上说我自己换就行 真的说了这么多离婚的快乐 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美化离婚生活 对啊 我就是在美化离婚生活 因为我离婚了呀 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在美化结婚生活啊 我过啥样的生活 我就美化啥样的生活 每个人都可以美化五分钟生活 谢谢大家 我是四伯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比赛啊 都非常的焦虑 但我也没有不习惯 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个忐忑人 没有比赛我也焦虑啊 去年我不是买了股票了吗 买完之后 我就天天盯着他看呢 看得我这个脸 就跟那个股票一样 焦虑焦虑的 我刚买完那几天 我早上六点就起来 有人说 不是九点多才开盘吗 那天天爹 谁睡得着啊 就有一天起来 一看涨了 一股涨了四毛钱 我赶紧就卖了 朋友们都懵了 说你这个又勤劳 又质朴的这个风格 你也不像股民呢 你像农民呢 你说你赚的是卖白菜的钱 操的是卖白菜的钱 你咋不直接卖白菜去呢 那儿比这绿多了 没办法 我对未来实在是太担忧了 这可能是跟我这个 过于突然的去了大城市有关 我毕业之后 就直接从老家去了上海嘛 去了就懵了 跟人家在上海上过大学的不一样 人家多少有个缓冲 我这缓都没缓 直接就冲了 冲得鼻青眼中呢 去的第一年 人家一个月给我八千 我说我的妈呀 人家说但是房租要五千 我说我的妈呀 我说怎么着 你们这儿的钱 他就这么随便给 然后就随便花呀 怎么着你们这儿的钱 他不要钱吗 我一个月挣八千 房租五千 那等于一个月就是三千呗 你猜怎么着 我在老家也是一个月三千 你这儿跟回家一模一样 都说大城市排外 我看没有啊 这明明宾至如归呀 我就想啊 那我能不能就在上海赚钱 然后回老家花呢 一查来回机票三千 我说你这是啥情况啊 我在你这儿赚的钱 不在你这儿花光 就不让走了呗 好在花光也容易嘛 这吭吃吭吃一个月 到月底就全花光了嘛 那问题虽然是月光了 但房子也不是我的呀 房子租的呀 里外里我啥也没落着 我还不是一般的月光 我是白月光 其实大城市的年轻人 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不过后来我那个日子是变好了啊 但心里对未来的这么担忧 却再也抹不掉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形成了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钱呀 绝对不能乱花 古语有语 乱花见欲迷人养 钱草这 这好像不是说花钱的 反正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 几乎租了一个最小的房子 巨小 渺小 刷碗都费劲 因为我个儿又高嘛 习惯槽又特别的低 每刷一个碗就得深深的弯下去 刷碗的时候拿起来 再换下一个 后来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来我家玩 他看到这个情景 就是我对着一个碗 一直在那儿鞠躬 他就说 国仔你可以呀 居安思危呀 你这是在练习要饭吗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买了个洗碗机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 货比26加 选了一个最便宜的 我买到了一个全新破损洗碗机 全新说的是它不是二手的 它没有被人使用过 破损 是说它运输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一些严重的磕碰 就都给它磕扭曲了 你就感觉这个洗碗机 它桀骜不驯的 好好的溜面体 它不当了 它立志要当一个12面体 就那个造型特别前卫 你看着那个洗碗机 你都想骂它 你说你小子 是不是没在社会上混过 不然你怎么有这么多棱脚 我在比价的那几天呢 我甚至还看了好多的直播间 那每一个都跟我说 它们那是全网最低价 真应该给它们看看 我买到的这个洗碗机 看看什么才叫全网最低 我就纳闷了 就这种好产品 为啥没有人大力推广呢 那现在直播间一个一个的 哎呀 家人们 这款产品的价格 已经让我打下来了 价格全网最低 赶紧上车 错过就没了 你这语言苍白无力啊 谁会行动啊 咱这个洗碗机 又是放在直播间里 家人们 这款产品的质量 已经让我打下来了 质量全网最低 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不能用了 价格打下来了 质量打下来了 就连洗碗机的门 都快让我打下来了 家人们 不是一家人 不打一家门 赶紧上车 等车上不要颠簸 咱这个产品啊 再颠几下它就没了 我还说上海 其实我挺感谢上海的嘛 因为咱毕竟 咱是没有工作 去的人家那 在人家那找到工作了 这就比什么都强 不过我看最近 大家对我们节目的 这个评价呢 我觉得我找到这份工作呀 终于也快要保不住了 但是没关系 反正人的焦虑呢 是永远存在的 焦虑并非一无实处嘛 至少焦虑能逼着人 不断地往前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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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 这次来节目之前呢 确实也挺忐忑的 我还专门去请教了 周启末一些节目经验 然后周启末跟我说 这个节目 我的个人经验是 要有经验 第一年主要是攒经验 第二年主要是拿大王 我说你的个人经验 主要是他个人 然后周启末又跟我说 反正你调整好预期吧 别像我第一次那样 以为是脱口秀原老 结果是脱口秀老不死 我觉得人啊 这辈子老不死挺好的 但我现在发现 很多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啊 都很焦虑 觉得自己离三十岁越来越近了 不像我 离三十岁越来越远了 我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 我发现女孩子 一旦过了三十岁 都特别害怕 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 别人一问 今年多大了 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猜 天哪 你知道猜一个女生的年纪 多么的麻烦吗 我需要分析你的皮肤弹性 结合你的法令纹深浅 综合你的颈纹圈数 得出一个数值之后 在心里默默地减掉五岁 然后弱弱地问你 应该有二十七了吧 对方一听 咦 我都三十二了 然后你还得赶紧补一句 哦 是吗 根本看不出来 好像现在对于 三十岁女性的社交礼仪 就是在你知道 她的实际年龄之后 必须加一句 根本看不出来 不然就是对她的冒犯 我想了想 这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 年龄的增长感到羞耻 活得长 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吧 我们能活到三十多岁的人 一定比你们这些二十多岁的人牛掰啊 你想想你们这些没到三十的人 你们完全有可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但任何一天 死掉 而我已经上岸了 活得长代表你对不死很有经验 多么的值得骄傲 为什么要觉得羞耻 要去隐瞒呢 就像你去面试的时候 也不会隐瞒自己的工作经验吧 面书官问你工作多少年了呀 你说你猜 面书官说啊 应该有三年了吧 你说 我的工作八年了 哦 是吗 根本看不出来 但我发现啊 容颜不老 自古就是一种女性专有的负担 有时候看那种新闻报道说 某某某地方考古挖掘出一句千年女尸 都会有那种形容说 在开关的瞬间 依然皮肤鲜活 精盈透亮 仿佛刚刚下葬 我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样的千年男尸 说他在开关的瞬间 依然皮肤Q弹 精神焕发 少年感十足 正可谓男人至死是少年 现在啊 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护肤品 都开始抗初老了 二十多岁抗初老 那不就说我们三十岁的人老吗 你直接说抗三十得了 二十多岁抗初老 那我们三十多的人不得抗死了呀 我们的护肤品拿出来就是 天然海藻精脆水 捆住黑白无常的腿 大马哈鱼子金华路 让死神自掘坟墓 我这个广告词 虽然听起来很突兀 但是不敷衍 不像现在很多护肤品广告 非常的敷衍 比如说这句词 大家应该都听到过 叫做你本来就很美 这也太不努力了吧 我要是本来就很美 买你干什么 你能想象一个凉茶广告跟你说 你本来就不上火 化美广告跟你说 你本来就没啥事 唐国祥老师跟你说 你本来就会开挖掘机 我见到过最敷衍的护肤品广告 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三十多个女明星代言一款叫 慧腹膏的护肤品 但没有任何一个女明星 在素颜的时候用它 大家都是在妆容完整的时候 挖那么一坨 在脸上甚至手上 稍微抹一下 然后说 啊 效果好好啊 我闺蜜还很天真的问我 说你觉得姐姐们 平时真的用慧腹膏吗 我说你觉得周杰伦 平时真的骑电动车吗 真棒 这个好 你能想象周杰伦他们家硕大的车库里 全是五颜六色的电动车吗 第一次跟昆凌约会的时候 杰伦说走啊 带你兜兜风啊 拿出钥匙一摁 揪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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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我是智圣 最近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说智圣 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快乐 我说可能就是因为 我笑起来特别夸张嘛 我这样都只是我在微笑 就是我在那站着不动 都会有人过来问我说 智圣你在这儿乐啥了 我真的就是傻了 因为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家是22岁才装的空调 夏天真的很热 你也没什么办法 你去游泳水深在外面火热 有一次给几个火麦在外面 热得受不了了 我就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说这么热 咱们不如就跑起来 跑起来就有风 有风不就凉快了吗 真的 大家听了可兴奋了 跑得可快了 跑起来是真凉快 但停下来是真热呀 所以就得一直跑 有个小孩都热懵了 给我说 说智圣 我头疼 我是不是中暑了 我说不 你应该是着凉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越跑越热 是因为跑得还不够快 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明白 这个动能转化的风能 它就是要产生热的呀 越跑越凉 它都不符合能量守核定律 你一旦听说之后 跟我说说智圣啊 你就是傻 你就应该在那别动 让别人围着你跑 真的我听完我说 还是你见过电风扇啊 能想出来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我在仔细想了想 我说这不就是 我给他打工的现状吗 我们努力奔跑 李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李旦匡匡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李旦说今天晚上喝得不尽兴 关键是他还在那 跑得快地拍个灯 跑不动地换个人 这是什么能量守核 把我们的动能 全转化成他的无能 有人就问说 智圣你们老这么跑 身体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 幸好我们有 经典超绿牛奶 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喝完还能接着跑 但我还是挺珍惜的 我这个普通话 能念商务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 就给大家聊聊我的普通话 就我这个普通话 这么不好要追溯到我的小学 因为我的小学运营老师 他不是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 他是在我们小学毕业 然后就留校任教了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学过拼音 他教我们拼音 全是靠着自己的理解教 他在教我们这个平翘舌的时候 就是这个支刺师和支刺师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来来来 同学们同学们 我们今天啊 来学习一下这个巧摄影 学习这个巧摄影啊 你首先要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就把这个石头卷起来 才能发生个巧摄影 而且我们老师 他只要把石头卷起来 轻易就不会放下了 真的 我虽然普通话不好 但我大学是辩论队的 那个时候每个 就是在学院里嘛 当时是每个班都要组一个辩论队 最少四个人 我班报名三个人 班长应邀我去参加 我说你疯了 我这么说话 你们都听不清楚 还辩论了 他说对啊 这时候你想我们听不清楚 是不是对方也听不清楚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辩论 我是二辩 普通话贼不好 但我声音贼大 气势贼足 就给对方一种感觉 就是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就是听不清他说了啥 你的对方二辩只能站起来说一遍 说对方二辩请你站起来再说一遍 我说二辩 我是二辩 不说一遍 真的我很怀念以前没有空调 说着不标准普通话的日子 现在的日子我也很珍惜 真的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 但普通话太难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杨木恩 真的 我还真羡慕娘娘现在还健身 我来效果文化这么多年了 坚持醉酒的事就是喝酒 而且我真的发现了就是 如果一个公司的酒文化越严重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就越扭曲 你知道效果文化 公认身体最好的人是谁吗 是成禄 理由是成哥喝完酒不头疼 我说你这还讲不讲道理 他喝完酒不头疼 那是因为他身体好吗 不是因为他头大吗 我们正常人喝完酒 酒精顺着血液来到头部攻击血管 头疼 成哥喝完酒 酒精来到他的头部 然后一抬头 这么大呀 然后特别不明白 他们喝酒为什么喜欢玩那个游戏 我觉得那些酒中游戏都特别蠢 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叫吹牛 他们跟我说 这个游戏可简单了 你就摇骰子 摇骰子吹牛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了 三个三 四个五 五个六 到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 这个酒吧是我开的 所以喝酒是真的会让人变得单纯 是吗 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在酒吧里 一群将近三十岁的成年人 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 能够提出唯一的问题就是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什么 这有什么可值得玩的吗 而且每次答案出奇的一致 狮子 老虎 大象 到第四个 想不起来了 十几个成年人的动物储备 超不过一盘 斗兽棋 但是每次玩这破游戏 我还都特紧张 我心里面先得想一个 与众不同的动物 然后表面上打的节奏 心里面一直默念 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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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我了 火烈鸟 正准备说要上一个 火烈鸟 但是最后啊 我发现 这个游戏 成了我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因为我发现 这是所有酒桌当中 唯一一个 只要你平时肯积累 就能获胜的游戏 我现在已经厉害到 我可以自己和自己玩了 莫香精 小鹦鹉 素门达腊虎 尼罗厄 珍珠基 克摩多巨蜥 我现在嚣张到 我就想和动物园的园长喝酒 我拿着一杯红酒 走在他面前说 来李园长 让我告诉告诉你 你的动物园里缺什么 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老被那个老板 叫去陪客户喝酒 然后领导呢 就是还体谅我 他说 哎呀 小羊啊 这个酒桌文化 确实是糟粕 你想不想知道一些 喝不醉的方法呀 我说 我想啊领导 行 那你先打一圈 而且他教的那个方法 特别的奇葩 就是首先 喝一瓶酸奶打底 然后多吃肥肉 这样胃力有油 可以隔离酒精 最后多喝水 补水 稀释 我也喝多了 我听完我都懵了 我说领导你干嘛呢 打底抹油隔离补水 你给你的胃化妆呢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咱以后再也别嫌 女生出门化妆麻烦了 我就出去喝个酒 我这个胃也挺妖娃的呀 啊 后来上了一只烤鸭 我都不卷肉 我光吃那个薄饼 领导问我 哎 你怎么光吃这个薄饼 怎么回事 我说 啊没事 夜深了 我给我的胃敷个面膜 能喝 我真的觉得是人类 最无能的本事 而且越是无能的行为 他们越喜欢整一些大词 显得它很厉害 就比如说 有一种喝法 就是一个大杯啤酒 往里面 啪 扔一个小杯白酒 他们管这玩意叫 深水炸弹 喝完之后觉得自己特厉害 我觉得哪天要是打海盗 就应该把这种人派过去 天天让他在索马里 扔啤酒瓶子 对吧 下面的鱼雷潜水顶 刷刷刷刷的过 他拿个扎皮 站在甲板上 哇 深水炸弹 只要你敢造词 任何事情都能让你说得非常厉害 就比如 我教你那种吃口香囊的方法 你先嚼一粒 不吐 然后再嚼一粒 别人就问 哎呀 你这个是什么吃法呀 啊 我这个是两粒一达一起嚼 做生活中的嚼嚼者 咱俩一起嚼 咱俩就是绝代双嚼 谢谢大家 我是一达五汤口香糖 杨蒙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